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這個題目他說 長笛跟彈簧管是常見的管樂器 長笛兩端開,來,你把兩端開畫起來 彈簧管是一邊開一邊閉 吹奏的時候,反正你自己去念 忽略這個管口的修正量 結果他說,吹奏這個長笛的這個基因 與這個彈簧管的第一番音頻率相同 那請問他們的長度是多少倍 來 這個東西好,我們說 長笛 長笛 他說是兩邊開 那兩邊開,他的頻率呢 我們就在4L 分之2N 好,我們說兩邊開是偶數 再乘上V OK 那再來另外一個呢,是單黃管 單黃管他說一開一閉 那這個就是不對稱,不對稱就想要基數 那基數的話是L分之2N-1 再乘上V 好,結果他說頻率一樣 那頻率一樣我就這樣 這兩個東西頻率相等 但是這個帶L1,這個帶L2 好,那再來呢,上面這個N代幾 上面呢他說基因N代1 那底下呢他說是第幾番音 底下呢他說單黃管的第1番音 第1番音N代2 OK N代2 好,頻率相同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VV消掉 那這個44消掉 這個剩2 這個剩幾 這個剩3 所以L1搬過來 那L1搬過來3搬過去 這樣就可以得到 L1比上L2 好,就會等於L1比L2 好,就會等於L1比L2 就會等於2 L1比L1比L1 所以它們的坡數一樣 頻率一樣 所以可見坡長會一樣 所以這兩個它們 形成的這個共鳴 坡長會一樣 好 好,那如果是長笛 長笛的話它是兩邊開 兩邊開又要畫基因 那兩邊都是什麼點 兩邊都是負點 兩邊都是負點 所以這邊負 這邊負 中間呢是一個節點 所以呢它所產生的鑄坡形狀會長 會長這個樣子 好 那你看喔 這個是誰 這個是L1 這是L1 那它是多少按打 它是四分之二浪打 OK,這是它的基因 那另外一個呢是一開一幣 那一開一幣 它們的浪打要一樣 所以它的四分之一浪打 跟它的四分之一浪打要一樣 好,所以呢我們就說 這個是節點 這個是負點 那它們的四分之一浪打要一樣 接下來這邊是節點 那開口呢又是負點 OK,開口又是負點 那這個東西是它的多少 你看喔 這個是它的第一反銀 N代2 因為N代1的話是四分之一浪打 N代1的話是四分之一浪打 這個是四分之三 這已經N代2了 所以這個畫圖的話 這個用看的就看得出來 L1比L2 就是2比3 也是可以啦 但是這種題目 你代公式也OK啊 畫圖也OK啦 看你喜歡哪一個 像是3分之一的 和3分之一的 部分 在4分之一